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星像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之一,天人感應,天人合一。 古人好相信人的生命與天上星宿對應關係。天上一火星,地上一個丁。 甚至連無神論黨魁毛澤東亦非常相信。 毛澤東逝世前半年的一個黃昏,她在屋內說給年輕的女秘書知道, 你讀給我聽下,今天帶來的報紙新聞,不要讀文鬥舞鬥,這些東西沒什麼意思, 你找些有趣的女秘書就讀了這篇。 3月8日下午3點多,吉林市北郊發生了流星與天文事件。 在一陣龍龍星之後,三火巨大的火流星劃下,巨大的隕石牽著火光跌落地面, 吉林市郊區和永吉園,郊河縣部分工社達500平方公里範圍內, 散落很多大大細細的隕石塊。 毛澤東站在窗邊默默看著夕陽,眼淚流落兩行眼淚。 秘書問他,主席什麼事呢?毛澤東說,天上跌落石頭,有,政治,大人物要死啦, 秘書說,那些是封建迷信,我不信,毛澤東說,你不好不信, 諸葛亮死果陣時,天上就有火流星,大石頭跌落來。 周易,雲,天垂象,見吉空,聖人象之。 中華文化都有生命與自然科學依據,呂呂應然並深入人心。 古代尖聲家還可以根據天象變化,推測出對應朝代的興衰, 世事的吉空,人間的復和。 李克強之死,上天早警示了世人。 去年12月份,杭州上空出現,左火流星,照亮左天空, 今年2月4日,北京驚焰火流星,而且出現爆裂。 3月27日凌晨,北京,河北,內蒙古多地天空一火火流星畫過, 最初是綠色,之後爆發出紅色的閃光。 在空中完成兩次爆裂,發出強烈閃光後消失。 比滿月還要閃亮,照亮河北,北京一些居民家屋苑。 後來,青海也出現了一次,2023年8月8日,江蘇南京出現超大火流星, 10月8日凌晨2時40分左右,青海省門員回逐自至遠遠仙七黑的天空。 突然被耀眼強光照亮,一時間成片天空亮如白晝, 尖星學家說,火流星出現預示三年內高層政治人物張死去。 當年李鵬死去的一年前,即2018年6月1日21時41分左右, 雲南省西雙板納州境內發生火流星,空爆現象, 當時景雄市城區上空自東向西有一度明顯的省狀亮光以較大的傾斜角滑過, 亮度照亮了大半個城區上空。 2008年,中共前總理華國風去世, 之前中國大地多處出現流星雨。 前總理趙紫陽去世前也是如此。 2004年12月11日,蘭州上空出現火流星, 城過蘭州幾乎被巨響震省,成千上萬人看到, 媒體報導後,北京天文台等單位的專家奔赴此地尋找運石。 第二年1月17日,前總理趙紫陽去世。 1976年,周恩來去世前東北也有三個運石以火流星形式聚落。 同年毛澤東,朱德亦死去。 自此,李克強前幾任中共已故總理都出現這個天象。 鄧小平死前同樣有預兆。 1997年2月15日,山東哥紮落了運石雨,2月19日鄧死去。 2023年,異仗頻出。 4月23日晚間,中國多地出現今星半月的天象。 是中國歷史上,今星半月是令人談知識變的不祥之兆,是大空大殺的御兆。 無獨有偶,今年6月13日凌晨1點半左右,北京市夜空有多顆火流星聚落。 其中有兩到三顆亮度較大,聚落過程中不斷爆炎,拖著長長的火味,照亮夜空。 緊接著,颱風,洪災侵襲了由福建到黑龍江的廣大中國大陸地區。 指禁城泡水,剁州駐軍部隊造煙。 專家說,每個大時代的轉折點,往往都是由天災起始。 人類歷史無不說明這一點。 由古羅馬的瘟疫到明清末年的天災,無數事實說明這一點。 宋史,忠袖記載左南宋獵亡前天空變赤,流星聚海的異象。 史料記載,火流星往往與政權更替相聯繫。 4月16日晚上7點33分,遼寧大連空中出現火流星,網友拍攝的視頻顯示,流星發著綠光畫過天際。 同一時間,山東煙台、威海等地亦有居民看到流星由空中畫過。 6月22日晚上,成都多名網友發現夜空出現一度綠光一閃而過,他們急忙拍下照片及視頻。 也有網友表示自己是四川省亞霸縣靠近青海省亦看到類似的天象。 相關話題隨即衝上熱搜第一。 據目擊網友描述,天空中的這個物體如,藍色燃燒火炎,長尾撞,一瞬間消失。 6月22日是端午節,這一日是習近平的生日。 西南交通大學粒子天體物理中心教授流入是接受封面新聞採訪時表示,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火流星。 四川省天文科普學會理事遼海遼海古測,22日晚出現的火流星,遠亮於今星,接近月亮的亮度。 當天,還出現了一個更加特殊的天象,雙星半月。 而是中國歷史上有個說法,叫做雙星半月,無德者亡,天文治,中雪,二星合,有小兵,小仁仇,仁君幽。 荊州瞻,中則雪,二星合,其國有兵,改立後皇,有德者興,無德者亡。 另外亦照傳統說法,火星由於亮度與位置上變不定,以迷惑人,是中國古代被稱為營滑星,有營營火光,離離亂惑的意思,火星象徵殘,疾,喪,機,兵等惡象。 古人認為這火星主是明佛和福之所在。有營滑時察,以天行央佛。 知說 西漢城帝衰和二年,公元前七年,天文台觀察到凝滑手心的天象,載上閘方晉被漢城帝賜走。是閘方晉去世末幾日,漢城帝突然暴斃。 後來皇網清帝,閘方晉指紮宅以起兵反皇網。 8月8日晚,江蘇南京天文外號者再次拍攝到超大火流星,中共央視對此進行了報導。 9月28日,青島艾山天蚊台發布消息,中秋前夜,2023年9月28日20點39分45秒,青島艾山天蚊台全國流星監測網,北京多個暫點拍攝到一火超量火流星。 如果說李鵬死亡對應的是一年前的火流星,禁李克強對應的應該是去年12月份,杭州上空出現了火流星。 至去年之後,火流星出現非常頻繁,包括2019年10月11日夜晚約12點16分左右,東北吉林省松原市附近墜落的一火混石。 特別是2020年12月23日清晨,青海省玉樹市的混石,專家認為是中國近50年來最大的一火,甚至是全世界近30年來最大的一火。 這樣即是說,跟著下來比李克強死亡更大的事情就要發生,而且為時不遠。 如此頻繁天象,會是甚麼預兆呢? 2002年,中國大陸貴州平塘縣一個峽谷裏出現了500年前流落裂開的石頭,石頭上居然有2億年前的文字,中國共產黨亡。 這個地區成為了一個景點,讀者可以前去或查網了解。 據查,目前,全球三退人數已超過4億2千多萬,中共裂亡為時不遠。 法輪功創始人系,理性,一民中開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漢肺炎,這樣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標而來的。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不信你們看一看,目前最嚴重的那些國家,都是與邪黨走的近的,人也是一樣。 那麼怎麼辦? 遠離中共邪黨,不為邪黨站隊,因為它背後是紅色魔鬼,表面行為是流氓,而且無惡不作。 神要開始產除他了,衛奇站隊的都會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